所有男生的童年应该或多或少都玩过这个东西 只是没想到他的制作过程会这么简单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八天老哥是如何手工制作 这个一捆捆的纸桶不是吸管 也不是拿来吹泡泡的 它就是制作茶泡的材料 它是用废纸手工卷成的 外面是给它上的色 将它们放到这个特定的机器上 对它们进行切割处理 将它们全部切成差不多一寸的长路 这个就是茶泡的外壳 接下来下一步 将它们捋顺之后装成一个圆盘 这个过程一定要横着装 要是立着装是装不好的 所以这一步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必须要装得满满当当才不会松动 为了保证牢固性 在外面再给它套上一圈牛皮筋 做一个夹过防止松散 这边这个过筛的应该是黑火药 这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它们并没有给看火药填装的过程 而是直接给看了填装萤火药的过程 这看起来很像是水利一样 但它却是用来引燃火药的 所以叫萤火药 在将其填满之后 接下来老哥做了一件 我也看不明白的事情 他从中间抠出了几个鞭炮 然后又把那空隙给填上 也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随后他又用刷子 将表面的萤火药给刷掉一层 因为茶炮的最上面 还有一层其他的物质 之后这个圆盘就可以拿去 给村里的零食工夫操作 就他们这一个小作法 不仅带动了一个村的经济 还解决了几十号人的工作 是目前当地大力发展的项目 很多人都想来这里谋得一份食味 接下来就是给茶炮上检火药 这和火柴楼上面的是同一种物质 将其搅拌均匀后 装进一个小品种 而这些红色的液体 其实就是红林 接下来就是将其挤一点点到上面 这个过程只需要速度够快就行 当然这个不能挤太多 也不能太少 太少了就会导致查不上火 就这一盘 老哥能在五分钟之内点完 这样就能挣到0.1每分 之后将他们拿去太阳底下晒上一晒 这个时候可以拿出打火机 点上一根滑子 这样生活才有盼头 将其晒得差不多之后 拿到另外一边 将外面的牛皮筋给它去掉 装在一个落盆中 用吹风将一些灰尘和杂质给吹掉 另外一边有专人在负责指指盒子 然后将茶炮给放进去就行了 而且他们这个数量好像是随机的 我说我当年玩的时候 怎么感觉少很多 原来是老哥装少了